基隆一名2岁的确诊男童 13号晚间高烧到42度 还有抽筑症状 被家人送往布立基隆医院急诊 医师怀疑是病毒性脑炎 研判为重症个案 但是因为医院没有儿科家户病房 建议转院 经过卫生局的询问 一连4间医院都没有儿童病床 最后才联络到了台北荣总可以收治 不过到院急救了将近7个小时后 还是不止 本土疫情爆发 确诊死亡数连日飙到数十例 基隆也传出一名2岁确诊男童 因为新冠感染和病急性脑炎 属于重症个案 但急经波折 转院救治后还是申告不知 回顾教育过程 男童12号出现感冒症状 快晒阳性但没有发烧 13号收到PCR催疹通知 病情却急转直下出现发烧抽搐症状 晚间7点被紧急送往布基急诊 一度高烧到42.4度 小额感染专科医生会诊后怀疑是病毒性脑炎 给予抗生素抗抽搐要治疗 但因为医院没有儿科加护病房 因此建议转院 没想到却一连碰壁 卫生局有询问过这个基隆长根 也有询问过三种台大马街 那当时都是那没有那个病床 所以后来是转去北荣 四间医院通通没有儿童专责病房 最后联系上北荣收治 不过男童14号凌晨 有这壶车在抵北荣 救治近七小时后还是急救无效 初步先收到死亡的诊断书 是新冠感染合并急性脑炎 以及多重器官衰竭 会在完成这个整个病例的灾药的 这个收集以及死亡诊断书的 确认跟审查之后 再把它列入我们的这个 每天公布的这个死亡 或重症的个案里 男童致死竹因是否为新冠肺炎 还点签通报审查 但小小生命就此陨落 让家属怎能接受 谢谢大家的报道 基隆又同重症身亡 传出光是打电话调度转院 就花了六个小时 是不是因此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 追踪问题是否是因为 儿童专责病床或是医护人力不足 以及没有整合平台系统 指挥中心表示 卫生局努力协调五间医院 没有延误治疗 中央也回应有设立 转诊调度平台 但对此台大急诊科医师表示 确实有空床系统 但系统中显示 有空床并不代表能转院 最后还是必须要打电话 一间间的询问 依照正常的流程走下来 最快也要花上三个小时以上 根本就无法应付 猛爆性的病情 基隆幼童重症死亡 传出调度六小时才顺利转院 是否因此拖延黄金救治时间 他们也很努力 就是用这个自己的一个 专责医院的转诊平台的方法 一家一家去问 那我们中央事实上 卫福区的方式有这个 转诊的这个调度的平台 有这个空床的系统 但事实上那个空床 只是一个床位 是不是有对应的医护能力 目前还是需要去打电话 确认才能知道 有转转调度平台 但是是以协调为主 即使显示有空床 并不表示能马上转院 依照目前转院流程 第一步会先透过地区转诊网络 查看附近医院是否有合适空床 但此次案例 基隆地区没有额科专责加护病房 就必须跨区域查询 同步通报中心调度打电话 院方也必须透过电话 一间间询问 这个流程走完 急诊室医师表示 这样最快也要三小时 根本无法应付猛暴性病情 可能要有一个 由后面第二道大的一个医学中心 来轮流接收这样的一个机制 这样子才有办法 在最快的时间内 把这种危机的小朋友转进去 虽然指挥中心强调 儿童专责病床都还够 光北部就有六床 但也马上被基层医师打脸 紧缩的病床术 还有吃紧的医护人力 北北基陶医疗量能 早就要崩溃了 其实转院都需要透过急诊 但目前急诊的状况 可以说是非常的严重 不及时解决棘手的转院问题 就怕类似汉式 再度上演 本土疫情还没取缓 不过三加四居家隔离政策 渴望松绑 未来方向会朝打满三剂疫苗 再加上快筛阴性就可以免隔离 不过今天指挥官陈时中 跟地方首长视讯会议 并没有完全的达成共识 陈时中说 有些县市希望进入零加七 或是低度管制 台北市长柯文哲认为 这个要诉诸国民的道德 而新北市则担心 没有电子围离 之后会造成管理困难 基本上我们的方向 就是要把打完三剂疫苗的 基本上就做 应该是累零加七 差不多是零加七 三天隔离 加上四天自主防疫的 三加四居个政策 渴望松绑了 指挥官陈时中 跟县市首长视讯会议 如果打满三剂疫苗 而且快删阴性的话 可以免隔离 但中央想拍板 地方却不全然买单 由于本土疫情持续严峻 连续好几天新增破万例确诊 部分县市长呼吁 应该放宽隔离强度 松绑的大方向底定 但强度的不同 各县市看法不一 没有电子为理 到时候我们在外面 看到所谓的居隔者 我们完全分不清楚 您是打三剂或是打两剂 会造成很多管理上的困难 所有的密切接触者 直接七天的自主防疫 我们尽量在家 非必要不外出 也许输出一则 道德的诉求 让它自动自发 当然他会讲说 那些不听话怎么办 那我们这种国家还是保留一个公权力 隔离期间也会出现 因转阳的状况 因此完全开放接触者隔离 担心可能对防疫有影响 不过类零加期制度 就是要将资源放在确诊者身上 保存医疗量能 各县市充分表达意见 指挥中心表示 会把相关配套讨论之后 再予以定案 记者消息宣传台北报道 有病患快晒阳性 到医院做完PCR排队领药 却有人插队 还脱口罩狂咳 陈小姐投诉到台北市联合医院 中心院区等着领药 前方的妇人离开之后 又回头想插队进来 证明妇人因为不满 遭劝阻情绪失控 甚至拉下口罩 对着她一连咳了好几下 卫生局表示 这样的行为 可能已经触犯了 传染病防治法 最高可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50万元罚金 明知道自己快晒阳性 还用力咳嗽 一连咳了三下 甚至还脱下口罩 他的摄影 父母家教不好 然后心态又不好 心态不好 你插队跟我讲心态不好 小孩不是全上色 他还不知道 有自己高的 何先生一大意唱酸度破表 不仅不认为自己插队有错 还大呛对方 家教有问题 有民众快晒阳性 到台北市联合医院 中心院区外排队领药 一群人排了将近40分钟 这是排在前头的妇人 不明原因突然离开 但过了一下去又跑回来 坚持要站在原来的位置 这让后头的陈小姐相当不满 要求对方重新排队 没想到这位妇人 却开始口出恶言 甚至脱掉口罩 用力咳嗽 会领药的人都知道 自己是确诊 我有惊讶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旁边刚好有小孩子经过 如果小孩子经过他 拉下口罩对我咳嗽 那小孩子去得怎么办 恶意举动恐怕涉及违法 卫生局就提醒 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62条 最高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50万元的罚金 切勿一身释法 这里才是周宗林台北报道 你只会是周宗林台北公司的 但是马上就回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